眼前这个滑梯一样的东西 居然是个捕鱼神器 别看他只是个小邪魄 却可以在短时间内网络几十条小鱼 这就是他的杰作 这个男人堪称整活一个 他曾经把自己装在大铁箱里 整个沉浸水里 浮漂一有动静 他就马上掀盖 把鱼一秒揪出来 有次更是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为了捕鱼他直接把自己胡成了泥人 埋伏在泥岸仕途混入其中 差点把鼻孔也胡住 而只要鱼儿一靠近 他就抬起大网把鱼一锅端走 这回男人又整了个 让人眼前一黑的活 他先是拿了一块大木板 以石头为支点 斜着架在水流湍几处 再用石头将木板四周压住 以免被水冲跑 做完这些 他又掏出老大一块防水布铺在木板上 也同样用石头压好 接下来他又变出一个大框 把它剪成前高后低的样子 再将两个框用铁丝固定 这样一个超大号别墅就做好了 下一步他就将大别墅放在了滑梯底下 正好能兜住整个滑梯 看到这我差不多明白了 他是想让上了滑梯的鱼 直接摔进筐里 可问题是鱼儿怎么才能乖乖到碗里来呢 这时候男人表示 这点失丧个酒 说着他又搬出家里洗衣服的大盆 而盆里赫然是一大袋面粉 这便是和米缸整火了吧 可男人的骚操作用来了 只见他把这袋足足五六斤的面粉全倒在盆里 又拿塑料袋在盒里咬了满满一袋水 倒入面粉中 再掏出血红血红的幼鱼剂洒入其中 做完这些 男人两手一伸 用搓衣服的劲把面粉好一顿揉里 累得手都僵了 才总算把这盆面粉揉成一坨大麻花 接着 他就抱着大麻花来到滑梯边上 将它按在滑梯口反复按压 把滑梯和石头的缝气牢牢粘住 直到这个大麻花跟滑梯浑然一体 之后 男人欣赏了两眼自己的杰作 就回家吃午饭了 那么 这个滑梯到底能不能捕捕鱼呢 很快就迎来了第一位心动嘉宾 你瞧 这条小鱼吃麻花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就栽下去了 简直太丝滑 没几秒就又落往一条小鱼 你看这鱼冲刺的可够高的 那河快蹬顶的时候还是摔下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鱼儿中了陷阱 一个个比赛冲上坡 可是滑梯又滑坡度又高 小鱼怎么逃也是逃了个寂寞 只能在大筐里大眼瞪小眼无能狂怒 一个小时后 吃饱喝足的男人回来查看手上 眼前的一幕让他大喜过望 快看哪 一个简单的陷阱 短短一会儿功夫居然就网罗了几十条小鱼 这还等什么 男人赶紧将它们一一装筒 不一会儿筒就快装不下了 你瞧 仅用一个木柄一个破框 再加上一袋面 连吊组都不用就能斩获这么多鱼 男人整活归整活 也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 而这帮东南亚渔民更是脑洞大概 只见他从海里拉出一棵树 谁知树枝上挂的不是叶子 却是密密麻麻的小鱼 而这么壮观的一幕 居然是他们歪打正着研究出来的捕鱼招数 最后的效果直接玩爆平时的方法 这天家里的枯树舍不得扔 直接被老哥拿来当现成的钓具 而他们的方法也很简单 首先为了确保小树能成功沉底 需要在树根上挂满石头增加重量 然后就要刨制树干了 他们将刚买的几十枚鱼钩 全都系在不同的树叉上 而小孩则在一边 将刚钓的大鱼剁成一个个碎块 网树上的鱼钩管 你瞧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棵树就变成了一棵鱼钩树 不得不说这样的构思可真巧妙 树枝始于根部 收网的时候只需要把树抱出来 就能免了一个一个收线 不然这几十个鱼钩 光是收线就得收个八小时 只见老哥小心翼翼地抱树上了船 这要是一个手滑让树栽下去 可就竹篮打水一场功了 毕竟费这么大心思 树肯定得选个风水保地安置 父子俩在海上不断搜寻 最终选定了一处珊瑚礁 要说鱼群秘籍之处非它莫属 说干就干 男人立马前去海底 将小树放到珊瑚礁附近 而效果也是立端见影 很快就有一批小鱼好奇地游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男人心里算是有了底 于是游上去吃了个午饭 下午才继续回到海上寻找刚才的吊点 然后一把跳入海中点树手上 我的天 刚才还空落落的小树 现在简直被各色各样的鱼儿装饰满了 几乎看不到一个空沟 这场景也太壮观了 男人心下一息 得赶紧把这大货抱回去 于是他将带来的绳子绑在树盖上 由上岸和儿子一起拽绳子 这棵枯树放下海的时候还轻飘飘的 此时挂了几十条鱼已经沉重了树位 把俩人累得呲牙咧嘴 才将将把树提上来 可等当树完全浮上水面的时候 父子俩全都笑出了八颗鱼 原来这些鱼不仅数量多 而且分量还都不小 最大的也有个三四斤 今天也太爽了 连钓组都不用就能拿下几十条鱼 把鱼从沟上卸下来都花了半个钟头 可父子二人却一点都不觉得累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赚得盆满不满了 最后他们足足装了一大筐的鱼 把大的刨出去卖 小的救援地生火烤了 占上酱料一吃 味道简直绝了 这小生活不要太美 不过看到这里我也有个疑惑 这么细的树枝 万一钓到大货真不会被压断吗 关注我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